嗨 大家好 我是飞北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呢 从这个Pi的角度 或者说从Pi的项目方或者官方的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 这个Pi Network为什么不去上主啊 那么我们在社区当中 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做了很多期呢 就关于我们站的角度是在社区或者站在Pi的这个角度去吐槽项目方 那么甚至会说去质疑项目方 那我们这样去从单方面的一个单一角度去看的话 看在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这样会对项目方有所不公平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视角转换一下 我们如果说站在Pi的项目方的角度去看 他为什么不去上主网 或者说为什么迟迟不去过KYC 是吧 那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在2021年11月份的时候 也就说时隔两个年的时间 两年前呢Pi Network就已经提出了关于KYC的问题 其实大概时候大家就看得出KYC 那当时呢就说了 做的还算不错了 就是说大家都在认真努力去验证这个机器 就是当时的Pi Network的KYC就已经运用到这个人工智能AI 那么虽然说人工智能AI在去年的时候比较火 但是Pi Network在2021年的时候 它已经提出了说用机器人去进行验证 也就是说AI机器人加上人工的去验证 那么在整体的一个界面当中 它当时就提出了说 关于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地区都会提交100个申请人 那么这个申请人拿来去做最初代的第一批的一个总之轮的 相当于是一个验证者 那么验证者呢就相当于如果说让他们通过了之后的话 用这100个人为基础单位再去辅助机器人通过这个KYC的验证 所以说KYC这个话题的话 从2021年到2023年已经说了两年的时间 其实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进展有没有远 它是有 那么通过的人有没有变多呢 它是有变多 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从2021年到2023年来 它确实从KYC的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是把这个整个时间节奈把它拉长了之后 两年的时间 你做这个KYC没有将你的全员的人做出KYC 从某种意义来讲 它确实是算失败的 就是说从一个项目来好 或者从一个审核机制来看的话 两年的时间去做一个KYC 按道理来讲是轻轻松松能够做完的 当然你说是做一个外包 外包给其他第三方 你觉得有数据安全的漏洞性问题 但是如果说是你觉得把它放在项目方的服务器里面 那这个速度当然就更快了 是吧 可能就几天 一两天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全部的四千五百万的活跃线风景通过掉 但你肯定就说在这个服务器的上面去节点不够 或者说是这个要把它打碎了 或者说等等了一系列的技术性能问题 那当然在两年的时间 按道理来讲应该也是还是够了 是吧 所以说为什么它不去让这个KYC迟迟不过呢 就是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还是不想上组 其实上组网的这一块来讲 它是和很多的项目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Penetwork想去说做好 就把这个项目做到大概差不多之后 有生态口用 大家拿到这个币有币有去处才能好去稳固的去把这个币价锁定在一个区间 或者说是让这个币以后上市之后不至于像那些图格项目一样的 进行暴涨暴跌 或者说是甚至归零的这个情况 因为Penetwork的这个项目呢 它拿到这个派币呢 像去大量抛压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大的存在的 虽然我们现在看见它没有上组网 但是在社区当中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种声音 或者说有一种骗局 甚至于说人民的一个变现意义呢 是比较强的 因为有变现的意愿才会支撑出这个变现的骗局 是吧 在中国区也好 或者在海外区也好 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有一些像变现的一些骗局 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变现的骗局呢 就来源于人们啊 对于这个派币的一个变现有一定的心理需求 就是说我需要的就是说我参与派呢 就是免费白嫖 那么它和领其他空头项目的这些白嫖档也是一样的 我们拿这个币呢 并不是说我要为你这个项目做多少贡献 你成不成长 你改不改变人类和我没关系 我要的就是说我拿这个币去变现之后改善我现有的生活 其实像这样的人呢 存在的是绝大多数 那么甚至于说很多人支持三十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九 或者说支持高价格的人 他们也是这种需求 只是说他们的星球呢 和个人的这个生活层面不一样 那么他需求层面就不一样 他认为呢 就说我从来没体验过赋予是什么感觉 就是说我那么高的价格 然后如果说变现的话 我就非常富有了 所以说这还是源于社区里面的一个心理需求 另外一种层面去看呢 就是说变现了一个渠道 或者说是变现了心理需求变大了之后 那么如果说他一旦上主网之后派币没有一个很好的去向 没有生态区作为一个派币的导向的话 那么那么他的派币大多数会流向于这个交易所 因为一旦上了公开性主网之后 交易所呢 他上你的派币 那个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派币了 那么交易所一旦介入之后 那么他就不好说了 就由资本去操控 那么大家知道在社区当中 本来就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去进行变现 那么交易所上市之前他就在社区里面收币 这个是轻松的事情是吧 那么币虽然说大家能够去看到说 现在喊的价格比较高 甚至于是一个添加 但是如果真正的有人去收的时候 哪怕是说你现在在市面上抛出 我一美元收一个派币 你说有没有人卖 我相信肯定是有人卖的 是吧 甚至于说有人说0.5每分一个派币 肯定也是有人卖的 只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是 项目方封闭着主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并不代表说没发生 它以后不发生 所以项目方没有去上国库的主网 出于这方面一个考虑 肯定是有存在的 因为他的生态确实没有建立成功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的技术上面 这个是可以放在后面的 可以滋后的 因为从很多的一个区块链的项目来讲的话 他其实并不一定说 一开始就做得非常完美 虽然说在封闭式主网的前期 就是说你的项目还没有上线之前 你的改动性可能会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改动起来的复杂程度和链上的改动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如果说你派位一旦是进行了公开性主网之后 进行迁移到区块链之后 你要去改动的话 它是非常麻烦的 哪怕是说改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那么都是非常麻烦 但是如果说它在它的中心化的控制之内的话 那么它改动起来就非常方便 所以说这来又可能是一块原因 但如果说是真的实际达到那种需求之后 那么即便是有不完美的情况 那么项目方该上的 它应该还是会上的 就是说明了 现在这个实际不适合Panetware可以上公线的主要 刚才说的第一方面 就是说它的这个变现的需求比较大 那么一旦上线之后 大家陆续变现之后 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就是不好再做起来了 就垮下去了之后 不再怎么好去做起来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说 它的这个生态确实没做好 比较少的是生态去运行 那么不如支持这么多派友 过了KYC之后 拿到这么多币 一下这些生态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满足了 所以说大多数的这个币连还是流向交易所 所以说还是会对它的这个项目产生致命性的影响 那么再说第三块 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性的能力 技术性能力 你说它强不强 这点我们都不敢说 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评论 或者说这个作为一个派友来讲 认为Panetware的这个技术能力非常强 甚至强过于比特币 甚至强过于太坊 其实这一点呢 我倒不一定这样认为 因为是挪子是码 你必须得拿出来溜一溜 看一下你的代码 你把它放出来之后 放到这个公网之后 那么让这些专业的人去看一看 甚至于说需要到一个黑客的攻击 你没有经历过黑客的攻击 没有经历过这些市场上面的风吹雨打 是吧 像以太坊 像比特币 那么他们在市场上面暴露的 每天都有黑客去攻击 每天都有人去骚扰他们 他们能够经得起这样的骚扰 而且屹立于不倒 所以说证明他们的技术是过关的 那Paynetwork 你虽然说看见他现在没倒 是因为他封闭着了 是吧 很多事情你过来这项目方一挡 那么他的技术能力到底强与不强 这个还得说后续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那么当然这一点 我还是对Paynet的项目方是有信心的 认为他们做了这么久了 时间做了四年的时间 你不可能说是技术能力一点都没有 这个肯定显然是说不通的 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 我们倒不用太过于去担心 但是他技术也不可能说是完美无瑕 你推出了那个时候 可能就僵无不吹 是吧 铜墙铁壁 谁也打不进来 这一点倒是不一定 所以他技术能力 有没有成熟或者技术能力 有没有去达到一个完美的标准 去推出了一个标准 那么所以关于技术这一块 它不能作为一个是否能够达到上主网标准的一个借口 那么其实说白了 从项目方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上主网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说的 一是KYC 二是一个生态 那么其实KYC这一块 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关于生态这一块 因为KYC这块 其实我认为 它是掌握在Paynetwork的项目方的手里面的 它有它一定的收获自如 它利用到这个KYC的进度来从而影响到社区里面 它的一个整体进度 所以说其实说白了 就是Paynetwork项目方 现在并不想主网 它不想主网 你非得要就是说 你KYC技术有问题 或者什么 其实并不一定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不想上主网 以KYC这个调节来调节社区里面的一个情绪 或者说调节社区里面的整个上主网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么虽然看似的 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社区 KYC这一块 大家去过了之后 过完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生态也间谍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上主网 但是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标准 或者时间节点在那里 所以说整体来讲 还是拿在项目方的手里面 那么第二个关系就是关于生态这一块 生态这一块 因为确实没有做出什么好的东西出来 但它为什么以后要去让社区里面的人去做呢 因为社区里面看见 你Paynetwork没有价值的时候 肯定很难出一块爆款生态出来了 这两个问题是其实大家是知道的 那么包括项目方 我相信它应该也是知道的 那所以这一款就是扣死了 一是这个生态肯定是做不出来一些好的生态 让大家去使用它的 而且以前做出来一些生态当中 在源源不断的去萎缩或者说是丢失掉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生态做出来之后 它的维护成本已经在那里了 但是Paynetwork没有进行变现 它肯定会托死前面的这些派友的 或者托死前面的这些生态的 那所以Paynet项目方并不是说 它的初衷当然并不是说想让大家去死掉 或者托死 它是无意的 无意这样去操作 但是把这些派友给托死了 或者这些生态给托死了 其实这一点可以从两种层面去看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确实现在的生态 它不足以去支撑现在这么多的派币去流通它 因为这些生态可以看得出上面的商品也好 或者这些服务也好 和现在的整个的web2的世界里面的应用来看 它真的是不堪一击 非常low非常差 是吧 这一点大家也得承认 那么第二一点就是说 项目方要故意让社区里面的人去做这个生态 因为为啥 Paynetwork未来它肯定会出自己的生态 或者说自己的核心项目方 会出自己的一个生态应用出来的 那么它在出它的生态应用之前 非得要让社区的人先去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让你们社区的人知道 这个生态做起来并非那么容易 这其实就是对于社区里面的一个教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人的一个特性 或者人的一个心理需求 或者说人的一个弱点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关系到自己的事情 就是高歌挂起 不关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说大家都不去参与这个生态的时候 Pay的项目方 它推出了一个生态 大家肯定会去指责它 或者说大家肯定会去挑它毛病 就说 啊 Paynetwork 你十千五百万的活跃相逢 这么大庞大的一个社区 是吗 你这个项目方既然技术能力这么强 推出一个生态 怎么这么不尽人意 因为Paynet预测得到 社区里面这么多人 肯定是人多嘴杂 如果说一旦社区里面没有去 这些人没有理会到我项目方的一个困难 或者没有理解到我项目方做事情的一个难处的时候 那么我们帮然推出一些生态 或者我们帮然推出一些东西 大家肯定是说 原来你项目方的能力也不怎么样 做出的这些东西也不怎么样 是吧 所以说项目方一定要让社区里面的这些人先吃苦头 就说让你们理解到我项目方的难处 让你们怎么理解的 和我项目方做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项目方以后要做生态 让你们先去做生态 让你们体验一下做生态的苦劳 是吧 现在Paynetwork 没值钱 项目方也是一样的 项目方做出的生态 他也是完全自套要不要去做这些生态 那么自套要不要去把这些东西打造起来给大家用 那么他其实是比较苦逼的 比较苦劳的 一方面是我的派币并不值钱 我没有办法去拿派币去换钱来 弥补我的在做生态 或者在我开发人员的一个负担 或者他们的工资 所以说他们全得自套要不要 所以说他会去做生态的时候 他预见了会出现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 所以说他就干脆来讲 大家一起做吧 所有的人有能力去做生态的都去做 其实大家一做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社区里面的生态其实并不那么好做 现在可能看上去做的比较好的这些背后都是有资金的支持的 这个是社区里面的那些吃夸群众或者是白票的 那么吐槽的这个点就变了 吐槽点就变成了什么 原来你们这些什么生态做的也不怎么样 派的社区当中也拿不出几款好的应用出来 我们这些社区我们这些先锋其实各个都没什么技术 如果说未来的时候拍真的要上主要的时候 那派出了自己的生态应用 那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他出了一款好的生态应用出来 这个时候一对比和社区里面一对比 哇靠 一哈等级就高了起来 和以前的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或者技术层面一下就比以前社区里面的开发者 开发的高了很多 那这会怎么想 社区里面就说 项目方做的好 项目方做的漂亮 你看不愧为是项目方 项目方做的东西就是比社区好 一下就是由原来的 如果说项目方直接推出他的生态 是变成一个被吐槽的对象 变为一种被大家去捧的一个对象 因为他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先让社区里面的这些派友 或者先让社区里面的这些先锋 先去搭建生态 你们搭建生态肯定是不会怎么样的 因为为啥呢 核心技术还是在项目方的手里面 等到未来之后 项目方再去推出生态的时候 和这些社区里面生态一比 随高随低 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PiNetwork要做的东西 是要去达到一定的这个社区里面的教育 所以PiNetwork这个派网络 它本来的意义就是对于人性的一个教化 那么由此可以得出 派的这个生态 还会再去拖一拖 派的这个生态的开放 还不足以去支持它的组网开放 所以这就是关于生态的这一块 或者说是关于KYC这一块 KYC这一块是什么呢 就是说项目方能够拿在手里面 收放置入 它是能够控制整个时间的节点的 那么看起来就说 这个东西是交给社区 实际上还是在项目的手里面 另外一个 这个生态的落地 确实来讲现在不足以去支撑它开放组 所以说项目方不去开放组 那么这是有因它的道理的 那么这是关于内部情况的 就是内部所谓的 就是我们这个圈子以内的派圈以内的 那么我们再看派圈以外的 为什么派不去上组 首先你得了解到 PiNetwork它是属于美国硅谷旗下的一家企业 那么美国硅谷这个地方 它有非常多的公司 非常多的企业 而PiNetwork呢 以前我们说 它是一块区块链的项目 其实你错了 你不能把它认为是一个区块链的项目 它从诞生到至今 完完整的就是以公司的形式去运作的 并且它没有去公开性的注重 它不能算只是一个区块链的项目 因为它的逻辑或者理念 或者它的操作模式 都是和区块链是不一样的 那么区块链的逻辑 或者区块链的一个行业里面的 一个行业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去中心化 PiNetwork能不能做到去中心化 它没有去中心化 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去中心化 也要去抗审查 也要去规避审查的 而PiNetwork它做的就不是抗审查 所以说PiNetwork呢 它就是属于在美国的一家公司 是吧 你知道PiNetwork是美国的一家公司之后 那么你看到这个问题 你就更好去理解了 因为现在的整个政策环境 Pi属于美国 是吧 该美国管 美国现在对于整个区块链的世界 或者对于加密货币行业 是什么样的态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新闻 像硅谷银行倒闭之后 美国直接改变它的原有的一个策略 所有的人 你们美国本地的这些公民 不允许你们一起交易加密数字货币 那么包括币安也是一样的 它要去规避这样的风险 让这些人用加速器是吧 但是美国也要去管理这些事情 就认为你这个币安做的不厚道 你看赵长鹏敢不敢去美国 去美国绝对被拿下 是吧 这有另一个道理 那么现在话题转回来 PiNetwork如果说它去中阴化 如果说它上族 它会成为什么 就是我们原有的拿着这个通证 我们拿着这个积分 或者我们拿着这个贷金券 以前你是公司里面发布了一个贷金券 我政府不关你 我管不了你 那是你公司内部的事情 我怎么管你 是吧 但是你一旦是上了主网 去了中心化 你看我管不管你 你的这个边界就已经预约过我 政府的一个边界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属于一个加密数字货币 那么你们这些派 有多少人在参与加密货币在美国的 是吧 有多少人会因为拥护派要去交易派币的 那难道说因为PiNetwork 要去上主网就迁移出美国吗 跑到巴拉玛吗 跑到其他国家吗 跑到中国吗 那显然不可能了 他在那里待得好好的 现在是因为政策的环境不明朗 那么我该去通过某些手段 或者通过某些方式 我本来项目方现在在我的手中里面 去掌控着这个派的整个项目 我让他拖一拖不就完事了吗 拖到以后 美国他还加不加息 还打不打通胀 还对美元的货币政策到底是如何走向 看下一步 如果说以后美国的通胀下来之后 私益率下降了 市场情绪好了 那么那个时候说不定 美国的一个政策又变化了 允许人们去对加密货币进行包容了 那么你们可以去交易加密货币了 那么甚至于说派本来走的 就是一条百名单的项目 和美国的政客之间 沟通到位了之后 或者这个法案适合于PiNetwork上主网的时候 那么他肯定就上主网了 所以从内的环境来讲 就是PiNetwork 他的生态不足以去支撑派币的流向 这是第一块 那么第二块对外的 这是最关键的因素 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 不允许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 甚至于说对于加密货币整个行业不太友好 那PiNetwork虽然说 这社区里面的人 或者说很多在币圈的人 认为PiNetwork未来是外部山的 或者说认为它是区块链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政策或者法律 它就是有一定规则在那里 只要说你没有逾越我的规则 那我就管不了你 那PiNetwork现在就是逾越在规则以外的 如果说他一旦上主网 那么就被美国的政策 或者他们的法律去监管了 你这个东西就该清退掉就清退 不让你交易就不让你交易 但是你现在没有去上了这一步 没有捅破周克窗户子 那么你还是属于一家公司 属于我美国的一家公司 我反而还是保护你的 是吧 所以说Pi在现在的这几个月 到底是要受美国的保护 还是受美国的排斥呢 就看项目方了 你要不要去上主网 你上主网 那我就是排斥你 你不上主网 我就是保护你 说白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为什么不上主网 它的原因在于外部的环境 也不是说我们说什么Pi有推出的 他还没有达到项目方的预期 什么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九 不是这些 真正的目的 项目还得是保护自己 首先项目的成长发展 是否与好 并不在于说是 这个项目它值多少钱 而是与这个项目永不永久 能不能够长久的玩下去 比如说你如果拉斯博士 一上主网 这个胖被美国联盟政府 进行调查 是吧 听证会 你这连自己都保不了 你还保什么项目 所以PiNetwork项目方 有了一定的难处的 它不上主网 被社区诟病 那么它上主网 被美国政府监管 所以在这里 大家要认清楚一个局面 不要说什么 PiNetwork是什么 全球最牛逼的区块链 不要说PiNetwork是 未来使用量最大的 一个加密数字货币 它是未来是使用 最大的加密数字货币 但它现在没长大 你还得受政府监管 受政府监管 受美国监管 受美国监管 国家权利 大于你项目的权利 是吧 你项目方 是生活在美国的 你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的 国家还管不了你吗 开玩笑吧 是吧 所以说PiNetwork 没有上主网 从项目方的角度 去分析的话 大概就是三点 KYC 生态 外部环境 美国的一个政策 不允许 就这么简单 那好 这来就是关于我今天 从项目方的角度去分析 关于PiNetwork 为什么此次不去上主网的 大概原因 那么当然以上的分享 仅仅是来源于 我个人的观点 和我个人的看法 而如果说你有什么样 不同的观点 或者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了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